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一下 就是現在在深圳 住了一間120元的賓館 然後發覺 我坐在這間賓館的樣子應該很差 誰知道這間賓館的樣子 一點都不像120元 現在給大家分享一下 先來這裡 這個是圓關 之後這裡 轉過去現在就是廁所 超級漂亮的廁所 好像很高級 完全的樣子一點都不像120元 等於再轉來給大家看看房間 120元就是這樣的樣子 位置超多 你看多麼闊落 放大 超級闊落 接著就是極大的窗 不是梁神美景 景就是深圳的街景 很厲害 就是這樣 快速地開箱入波 這間房間 超級大 我今天最棒的就是這樣 哇 是透明的浴室 透明的浴室 寄一張床 然後我最初一進來 我說覺得有點尷尬 啊 如果這間房間 超過一人住 那怎麼辦 那就很尷尬 什麼都被人看光光 之後 看真點 原來有個窗簾 不過很爽 自己一個住 住這間房間 一路洗澡 可以看到電視的 我一路看新聞 一路洗澡 不過過了五分鐘之後 它的蒸氣就會看不到 但是你如果去廁所的話 就一定看到電視 去廁所 超厲害 然後 這裡 這麼特別 哇 這些漂亮 我覺得 我覺得 它這個120元的賓館 是物超所值 真的 超過這個價 我覺得 真是讚了 讚了 哇 這個光很棒 拍到我好漂亮 接著躺下去了 對 硬度就有六七分這麼多 但不會死硬 因為枕頭 我覺得挺好睡 來到浴室 我覺得浴室才是重頭戲 你看浴室 哇 我覺得超級漂亮 對 很乾淨 然後這些就是它會附陣的東西 你看 不好意思 剛剛才用完了 然後現在 臨 check out 拍一波 浴室 我覺得這個 哇 你看 這些真的 是不是叫網尾燈 你看 你看 最型的就是這樣 叮 這樣就關燈了 這樣就關燈了 然後 叮 這樣就關燈了 哇 真的什麼都可以 你說關燈又可以 開又可以 可以了 你看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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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餓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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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哇 我想最漂亮真的是這個高雅廁所 不是開玩笑 120元 以我所知 那些印象呢 賓館 都是可能硬硬的 怎麼知道它120元賓館的樣子 很高雅的賓館 將來有錢呢 一定要住一下八天樂賓館 廣州八天樂賓館 超棒的 然後我試過了 真的 如果你在這裡去廁所 是絕對 看到電視的 然後它這裡還有鳳凰新聞台 如果再進來 這裡呢 洗澡 是絕對看到的 是看到電視的 一邊看著電視 一邊洗澡 不過5分鐘 10分鐘之後呢 它就會水蒸氣 然後就遮住了 然後這裡是床 哇 超型 這個透明的廁所 好有型 還有120元 物超所值 正 好了 就是這樣 快速開箱一波 那我退房了 我初初以為看到這些東西是情趣酒店 但是我發覺我在內地住的經濟營 就是200元以下的酒店 全部的房間都有這些東西的 專為那些男士服務